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阿加莎的毒药》 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 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作家之一 她著有东方快车谋杀案 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经典侦探小说 小说的总体销量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 排名第三 她塑造的大侦探波洛·马普尔小姐等角色 也是侦探史上家喻户晓的角色 阿加莎非常擅长在作品中运用毒药 在她的八十余部作品 共计二百二十多个破案故事中 使用毒药作为谋杀手段的就有一百多次 比如在白马酒店里 几个被害人死于肺炎 脑溢血等常见疾病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症状 那就是脱发 而这恰恰是根源于她中毒 此外 皮霜 颠且 尼古丁 鸦片 佛罗拿等等毒药 也常常在阿加莎的作品中出现 而且她总能解明恶药的描述 药物的应用及症状 阿加莎的毒药知识之硬核 以至于有病理学家会把她的小说 当作真实投毒的案件来研究 而这得益于她一战中在医院做志愿者的经历 当时她被推荐去医院的药房工作 并在1917年通过了助理药剂师的考试 阿加莎考药剂师的时候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负责辅导她学习的药剂师P先生有些粗心大意 在某次配药剂的时候 P先生把1%的用量当成了1% 这就让良药成了毒药 当面提醒太尴尬 阿加莎假装脚底一滑打翻药剂 还重重地在玻璃瓶上踩了一脚 机智地解除了一场错药风波 今天这本《阿加莎的毒药》 就会带你去了解阿加莎的毒药世界 本书作者是英国科普作家凯瑟琳·哈卡普 他对毒药学有广泛研究 也是阿加莎的书迷 在本书中 作者结合现实案例和小说情节 对小说中使用过的重要毒药 展开了生动解毒 阿加莎在小说里用过的毒药有很多 从它们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来讲 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会进入血液 破坏全身器官细胞 第二类对心脏功能有强烈的破坏作用 第三类会破坏神经系统 第四类则作用于消化道 通过引发严重的消化道问题来致命 下面我们就分别说说它们的故事 第一类是通过破坏全身器官细胞 以致命的毒药 代表毒药是禽化物和壁麻毒 先来讲禽化物 在阿加莎的至少十部长篇和四部短篇里 都出现过禽化物 有18个小说人物死于这种剧毒 这种恐怖的剧毒药 在故事里以注射 参入饮料 加入嗅炎或香烟等形式出现 当禽化物进入到人体内 它就会阻断人体细胞的能量源 使细胞停止工作 从而让人急剧死亡 人体的大部分细胞中 有一个结构叫线粒体 它相当于细胞的引擎 线粒体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心脏细胞和神经细胞 线粒体的能量 要靠血液里的血红蛋白 运送氧气到全身 和人体内的葡萄糖发生反应 但是禽化物中的禽基 能取代氧气 与血红蛋白中的铁原子结合 这样线粒体无法获得 持续且足够的能量 细胞就会停止工作 如果不幸吞下大量的致命禽化物 人会在几分钟内宿死 在这个过程中 人体会出现头晕 呼吸急促 呕吐 昏沉 心跳加快等症状 直到失去意识 或许在有些情况下 可以撑得久一些 但这段时间 一般不超过四小时 禽化物的种类非常多 在自然界和人工合成领域 广泛存在 禽化物毒性的大小 由禽化物中的禽基 和其他物质结合的牢固程度而定 比方说 有一种禽化物叫氢禽酸 里面的禽基和氢原子的结合很脆弱 于是禽基很容易逃走去干坏事 只要50到150毫克 也就是差不多一枚回形针 十分之一的重量 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 还有一种禽化物叫甲基禽 它的毒性就弱很多 因为这种化合物里的禽基 不容易逃走 即使被意外摄入人体 大部分的甲基禽也来不及释放出禽基 就会被排除体外 我们平时吃的不少食物里也含有禽化物 比如桃子 樱桃 苹果和苦杏仁的果核 它们的果核里有一种叫苦杏肝的化合物 很容易被小肠里的霉代谢 然后释放出危险的氢禽酸 所以如果食用这些食物的果核 就等于在摄入禽化物 不过这里有一个致死剂量和毒素转化率的问题 拿苹果来说 得吃200克的苹果核 也就是成千上万只苹果核 且经过充分咀嚼 才能释放出足以致死的禽化物 但在扁桃的果核中 苦尽干的含量就大大多于苹果了 少量的扁桃核就可以致命 注意这里说的是扁桃的果核 不是我们常吃的坚果 比如杏仁或巴丹木 还有一种食物里的禽化物含量很高 这就是木核 它长得有些像雪莲果 电视剧《甄嬛传》里 嫔妃们用来互相毒害的那种木核粉就来自它 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 特别爱食用一种苦木核 它的禽化物含量很高 每公斤苦木核里有一克禽化物 因此生的木核一定要通过抹粉并长时间水中浸泡后才能使用 这就是去禽处理 如果吃了没有正确处理的木核 虽不至于死掉 但会导致甲状腺肿大和神经系统的损伤 这种疾病被称为孔左病 孔子的孔 伏左的左 得了这种病后 人会出现走路不稳等问题 孔左病是不可逆的疾病 严重的还可以致命 除了来自天然的食物 禽化物还出现在人工合成物里 比如过去冲洗照片时 会用到一种东西叫普鲁士兰 这也是一种禽化物 它本身毒性并不算强 但如果加入了酸 就会化合出具有强毒性的氢禽酸 沙虫剂里面也含有禽化物 少量的沙虫剂溶于水或弱酸溶液后 也会形成氢禽酸 可以用来灭虫 在20世纪早期 美国有的监狱 用毒气室来处决死刑犯 用的就是氢化钠和硫酸 反应后释放的毒气 氢化物这么毒 有药可解吗 解药是有的 但效果甚微 解毒的原理在于 提供另一个 可以和氢基结合的活性点 好让氧气能顺利地 和血红蛋白里的铁原子结合 如今 人们利用这个原理 已经发现了许多 针对氢化物的解药 比如强骨暗素 就是维生素B12的一种天然形式 但解毒药和时间赛跑 氢化物进入血液 破坏血红蛋白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95%的氢中毒 还是会导致死亡 可谓名副其实的恐怖毒药 除了氢化物 还有一种化学物质 也通过破坏细胞致命 它就是B麻毒 B麻毒产自B麻植物 这个植物的所有部位都有毒 而种子里的B麻毒含量是最高的 在阿加沙的短篇小说 《暗藏杀鸡之屋》里 受害人因为在喝下午茶的时候 吃了加入B麻毒的 无花果三明治而死 而下毒的人 正是从花园的B麻植物中 提取B麻毒的 B麻毒可以破坏细胞的生长代谢 让体细胞死亡 并最终导致人体器官衰竭 人体的细胞就像一个个工厂 里面的各种结构 就像车间一样各似其职 而这家工厂的大门是细胞膜 它控制着外界物质进出细胞 B麻毒能轻易进入细胞内部 让细胞里专门负责制造新蛋白 复制细胞的核糖体 永久地停止工作 核糖体一旦停工 这个细胞就死亡了 而人体器官里的细胞 一旦大量死亡 就会出现大出血和器官衰竭 人中了B麻毒之后 六个小时以内会出现中毒症状 首先是嘴部的灼烧感 然后会出现恶心 呕吐 静卵 皮肤发青 直到精神恍惚 血尿 肢体抽搐 最后是死亡 整个过程大概发生在中毒后的 三到五天里 五到二十例B麻子被充分咀嚼后 就会让一个成年人死亡 但用B麻子榨出来的B麻油 却可以吃下去当泄药 这是因为B麻毒溶于水 但不溶于油脂 所以B麻油里基本不含B麻毒 而B麻油中的成分 可以抑制肠道吸收液体 并促进肠道运动 所以是一种天然的泄药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B麻油都会加热到80摄氏度后 才被使用 因为加热会使B麻子里的蛋白质 发生改变 毒素失去活性 许多B麻毒的中毒事件 都是因为误食了B麻子 但致死率只有5% 这是因为B麻子外壳坚硬 只要不是被充分咀嚼 即使吃下去 也会从消化道里被排除体外 但是经过专门提炼的高浓度B麻毒 甚至会比同样分量的皮霜 或禽化物更有杀伤力 皮下注射不到1毫克的B麻毒 一个成人就会死亡 即使是吸入B麻毒尘 也同样致命 口服B麻毒的致命剂量要大一些 但也只需要100毫克的量 1978年 在英国发生过一场 真实的B麻毒谋杀案 受害者马可夫 是当时保加利亚政府的一名公开反对者 被当局列入了黑名单 一天他在等巴士 突然感到大腿一阵刺痛 周围没什么异常 只是有一个男人正在弯腰捡雨伞 当天晚上 马可夫就发高烧并呕吐 第二天 他请医生看了腿上的伤口 只是有针刺痕迹 并有点发炎 照了X光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到了第三天 马可夫的病情开始恶化 他心跳加快 血压变低 白血球数升高 这些都是感染的信号 此外 他还排尿困难 并开始吐血 很快 马可夫肺部出现肌液 直到心跳停止 尸检发现 马可夫死于急性的血液中毒 而毒来自腿上的针眼 从他的腿部肌肉里 发现一粒小蛋丸 直径只有1.7毫米 上面布满了让毒素流出的小孔 经过一系列医学调查 人们判定 以如此微量 就能让人死亡的毒素 只有臂麻毒 而那个装着毒药的小蛋丸 是从一把改装后的雨伞射出的 目前针对臂麻毒 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解毒剂 但人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 防止种臂麻毒 不过这种疫苗的有效期 只有几个月 说完了第一类 靠破坏人体细胞来致命的毒药 接下来说第二类 它们会破坏心脏功能 这一类毒药的代表是羊帝黄和乌头 先来讲羊帝黄 海洋的羊 大地的地 黄色的黄 羊帝黄提取自羊帝黄属植物 这类植物俗名毛帝黄 种类有20多种 在西欧 西亚 中亚 和大洋洲等地很常见 它那五彩缤纷的碎状花絮 看起来赏心悦目 画家梵高 曾给帮它治癫痫病的加歇医生 画过两幅肖像画 在画中 医生手里拿着的就是羊帝黄花 羊帝黄属植物的全身 都有不同程度的毒素 对于那些想要吃它们的动物来说 这起到了震慑作用 哺乳动物中了羊帝黄毒后 会发生皮肤过敏 晕厥 头痛等症状 心脏会受到强烈的影响 甚至发生心肌梗塞 不过羊帝黄是毒药也可以是一副良药 在控制好剂量的前提下 它对因心脏功能衰弱而引起的水肿 有很好的效果 在阿加莎著名的小说《死亡约会》里 遭到所有人憎恨的伯音顿太太 就是死于羊帝黄中毒 伯音顿太太有心脏病 她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悄然去世 人们差一点就要把她的死因归结成心脏病发作 但大侦探波洛在死者的手臂上 发现了皮下注射的针眼 通过一系列推理 波洛判定伯音顿太太死于致命剂量的羊帝黄毒 过量服用羊帝黄后的症状和心脏病发的症状很像 羊帝黄进入人体后 它会使心脏全面瘫痪 导致人体死亡 对患有心防颤动 心律不齐的病人来说 他们心脏各部门之间的电信号是紊乱的 这种紊乱让他们的脉搏成不规律状态 而羊帝黄化合物有减弱心脏电信号传递的功能 从而调整心率 可是人体一旦在短时间里被注入大剂量的羊帝黄化合物 由心防传往心室的电信号就会迅速减弱 甚至完全停止 几分钟里人就会死于心脏的全面瘫痪 阿加莎创作《死亡约会》的灵感 据说来自1932年发生在比利时的一桩真实案件 玛丽是一名55岁的家庭主妇 先后用羊帝黄毒谋杀了丈夫 情人 顾客 朋友等 目的是获得钱财 她的罪行一开始无人察觉 直到一个朋友向警察揭发了她的罪行 原来这个朋友向玛丽抱怨过自己的丈夫 还说希望这个一无是处的家伙快点撬辫子 玛丽就给了这个朋友一包药粉 告诉朋友用这就可以不留痕迹地杀人 后来警方对玛丽周围死去的人进行了尸检 发现这些人都死于羊帝黄中毒 要解羊帝黄的毒得以毒攻毒 英国荒野里生活这一种剧毒植物 名叫颠茄 颠倒的颠 茄子的茄 从中可以提取出一种名叫阿托品的化学物质 阿托品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让人产生幻觉 瞳孔放大 心跳加剧 但当它被用于治疗羊帝黄中毒 就可以刺激心脏 恢复心脏功能 好了 说完了羊帝黄 还有一种能破坏心脏功能的毒药 就是乌头碱 这是一种被人类使用了数千年的毒药 乌头碱提取自一种名叫乌头的植物 乌头绰号毒太后 广泛分布在北半球 一共有250多种 在古代 因为乌头类植物有缓解剧痛的阵痛作用 所以乌医用它来治疗痛风 甚至在20世纪初 乌头还被制成低剂 用来减缓心率 退烧和发汗 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乌头的毒性可比药性要大 乌头碱难溶于水 亦溶于油脂 所以很容易被皮肤吸收 一旦被血管吸收 这种毒素就会分布到全身 那么乌头碱如何致命呢 原来我们心脏的收缩 靠的就是在心脏细胞中 纳离子和甲离子的位置交换 等心脏细胞完成收缩后 纳离子和甲离子会再互换位置 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连续的心跳 乌头碱会导致大量纳离子涌入心脏细胞 造成心脏细胞的剧烈收缩 于是细胞就无法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了 因此人中了乌头碱后 心跳会变得快速而且不规则 此外 乌头碱还会影响神经细胞内甲和钠的交换 造成神经的剧烈冲动 导致人的感知能力和运动反应 也会受到影响 比如中毒者会感到口腔有灼烧感 像舌头舔到滚烫的波火棍一样 有些人还会出现肌肉乏力 接着 瞳孔放大 皮肤变凉 脉搏变微弱 呼吸困难 直到全身麻木和瘫痪走向死亡 一般来说 只要一到两毫克的乌头碱就能致命 死亡大概会发生在两到六个小时内 死因是心脏和呼吸功能的瘫痪 在阿加莎的小说《命案目睹记》里 被害人就是被抢夺遗产的兄妹们 用乌头碱毒害的 方法是在被害人常用的药物里放乌头碱药片 遗憾的是针对乌头碱还没有专门的解药 治疗方案一般是控制毒药的吸收 比如通过活性碳吸毒 或用胃泵从胃里把还没被吸收的毒素抽出来 接着用人工呼吸和药物治疗来维持生命 帮助中毒者度过最危险的24小时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类毒药 它们是通过破坏神经系统来致命 这一类的代表毒药是毒禽和士迪宁 先来讲臭名昭著的毒禽 毒药的毒 禽菜的禽 公元前399年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因为喝下了毒禽汁去世 他先是感到腿脚麻木 然后是全身动弹不得 直到最后一刻 眼睛也不动了 这正是毒药达到心脏的时刻 在阿加沙的小说《啤酒谋杀案》里 多情的画家克雷尔 喝下了情人亲手递给他的掺了毒禽茧的啤酒 他在临死前还在作画 这说明毒药是渐渐发挥作用的 直到他意识到中毒却为时已晚 有几种植物都被归类为毒禽 比如水毒禽 斑毒禽等等 它们大多生长在欧洲和北非 外形相似 毒性都很强 比如斑毒禽 其中含有的毒禽茧就非常厉害 100到130毫克的毒禽茧 就能治一个成年人死亡 毒禽是一种神经毒素 它会阻断神经信号的传递 使人瞳孔扩张 又让心率从加快变到减慢 它还会妨碍中枢神经系统 造成从腿脚到全身的渐进式麻痹 人中了毒禽茧后 大概半小时里就会出现胃炎和肢体协调功能的障碍 然后脉搏变得快速 微弱 视力开始模糊 人体失去行动力 直到瘫痪 最后因为负责呼吸的肌肉瘫痪而弃绝身亡 可怕的是 在整个毒发的过程中 人的意识还都是清醒的 因为毒禽茧对神经系统的麻痹作用 它也被当作震惊剂和抗静卵药物来使用 治疗哮喘等疾病 不过二十世纪以来 毒禽茧的医疗剂量已经接近中毒剂量 实用性不强 人们就渐渐不再用它当药物来用了 毒禽茧也是无药可解的 但和乌头茧一样 如果抢救得当也可以保住生命 比如用胃泵和活性碳从胃里吸收一部分毒药 同时用人工呼吸的方式 在人体代谢毒素的过程中 帮助患者维持生命 通过这样的治疗方式 可以在两到三天的时间里 让中毒者渐渐康复 和毒禽类似 还有一种毒素 也通过破坏神经系统来致命的化学物质 它就是士迪宁 士迪宁 士兵的士 宁静的宁 士迪宁是一种无臭的固体 带有强烈的苦味 它听名字像一种药物 但其实是一种植物茧 来自马前属植物 这种植物种类很多 在非洲 美洲和亚洲热带地区广泛分布 其中有一种原产于印度的树木 名叫马前子 它的种子里含有大量的士迪宁 士迪宁会让运动神经元失控 导致全身肌肉症软 呼吸机被毒化 从而导致窒息 我们一步步来说 首先 人体肌肉要形成运动 需要把神经信号 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 直到到达肌肉 引起肌肉的收缩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种叫肝氨酸的化学物质 会被释放出来 它就像个刹车系统 能控制神经信号的释放 不让它们引发肌肉的过度收缩 当血液中出现大量势迪宁 它会阻断肝氨酸 对神经信号的控制 结果就是 神经系统疯狂制造信号 肌肉不断收到信号 它们收缩的时间更长了 所以 士蒂宁中毒者 身体会前驱成弓形 或打滚抽搐 这是因为 背部肌肉更强壮有力 接收到的神经信号刺激 也更强烈 另外 士蒂宁对大脑皮层的神经元 也有影响 能让人的大脑特别活跃 所以可怕的是 士蒂宁的中毒者 在整个过程中 意识会非常清醒 清楚知道自己毒发的整个过程 早在几个世纪前 人们就把士蒂宁当作杀虫剂使用 古印度人也会把它降低毒性后 当作提高血压的药物使用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初期 士蒂宁基本就退出了医药领域 在阿加莎的处女座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 被害人就死于士蒂宁中毒 在后来的四部长篇和五部短篇里 阿加莎都用过这种毒药 人中了士蒂宁毒之后 症状会在半个小时内出现 一开始是肌肉刺痛和抽搐 同时有恶心和呕吐 接着是严重的肌肉痉挛 身体扭曲变形 最终 在这样反复的剧烈肌肉痉挛后 中毒者死于窒息 在真实的案例中 士蒂宁的常见程度 仅次于披霜和情化物 被害人往往是喝了 掺杂士蒂宁的药水 或药片后死亡 士蒂宁也没有专门的解毒剂 而且因为它发作起来非常迅速 所有抢救都一定要争分夺秒 一方面 可以用马飞止痛和镇静 但更重要的是 是通过肌肉松弛剂 比如安定等药物 来控制全身肌肉的剧烈抽搐 通过这个办法 配合人工呼吸 可以帮助中毒者慢慢排出士蒂宁 而且不会产生副作用 好 说完了第三类毒药 接下来讲的第四类毒药 它作用于消化道 会引发消化道糜烂 呕吐等症状 代表性毒药是磷 磷是一种我们很熟悉的化学物质 当它与氧气结合形成磷酸 就是构成人体生命的药素 而磷也有邪恶的一面 白磷可以用来制造炸弹 老鼠药和火柴 这些都是致命之物 磷有几种形式 可以通过颜色来区分 白色 红色 紫色和黑色 17世纪的时候 白磷最先被一位 叫布兰德的德国化学家发现 布兰德其实一开始是在找黄金 而且方式有点尴尬 他在从自己的尿液里找 他把变质的尿液煮沸 得到面糊状物体 接着他把从中提炼出来的 两种物质混合在一起 混合物中生起了白烟 然后布兰德收集了白烟 白烟凝聚成蜡状的白色固体 这种物质虽然不是他心心念念的黄金 但也很神奇 因为它会在黑暗处自己发光 这就是新发现的化学元素 磷 其名字的希腊语意思是光的使者 白磷是单分子化合物 由四个磷原子组成 它不溶于水 但溶于油脂 放久的白磷会发黄 所以也被俗称黄磷 白磷化学性质很活跃 也就是说它容易和氧气反应 所以一般被存放在水里 白磷燃烧时会释放巨大的热量 形成烟雾 所以也被用来制造燃烧弹和烟幕 因为白磷在不燃烧的情况下会自动发光 人们曾想用它来制造发光设备 但都没有成功 因为磷太容易燃烧了 而且制造磷火的过程中 还伴随着恼人的大蒜味 不过白磷的可燃性还是被利用到了 在19世纪 用白磷制成的火柴 一度成了欧洲人的日常用品 不过白磷火柴不太安全 哪怕是放一盒在窗台上 也会因为被阳光照射而自燃 白磷制成的火柴不仅不安全 而且制作的过程也会让人慢性中毒 大概20%的火柴工会得磷毒性核骨坏死 症状一开始是牙疼 然后使牙齿脱落 牙齦 下颌和脸部腐肿和剧痛 接着 颌骨的软组织甚至骨头都会被腐蚀 得了这种疾病的唯一治疗办法是 切除被磷毒腐化的下颌骨 再患上人工颌骨 如果听之认之 磷毒会继续腐化内脏 据研究表明 有一半得了这种病的人会选择自杀 因为这种病会带来剧痛和恶臭 在阿加莎的小说《沉默的证人》中 凶手就是以磷作为谋杀工具的 被害人是个老妇人 她死亡时的病症似乎是黄胆肝病复发 因为有肝病的人往往会有黄胆症状 也就是眼睛的拱膜和皮肤看上去黄黄的 事实上老妇人是被人用磷谋害的 而黄胆也是磷中毒的症状之一 凶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制造出老妇人死于肝病复发的假象 前面我们说过 火柴宫的磷中毒是慢性的 磷又是如何迅速制人死亡的呢 这与剂量有关 一百毫克的磷如果被人体服下 就是致命的 因为白磷可以烧坏食管和卫壁 这和它烧坏皮肤的道理是一样的 未粘膜受到损伤后 就会引发大出血和吐血 同时随着大量磷毒进入血液 它们最终会经肠道流入肝脏 并累积在那里 肝脏是人体的排毒器官 它会把有害物质融在水里 最后让它们随尿液排出 由于白磷是不溶于水的 肝脏里的酶就会想办法和它发生化学反应 让它能够溶于水 然后好排出去 但这种反应如果过于剧烈 就会对肝脏细胞造成损伤 结果就是肝脏肿大 出现黄胆 直到失去排毒功能 排毒系统一旦失灵 身体其他部位 比如肾脏 就等于暴露在各种毒素里了 这时候就基本上回天乏术了 一般三四天后 人就会死亡 在阿加沙的这部小说里 被害人正是吃了掺入大量磷毒的咖喱饭 导致肝衰竭 而去世的 凶手选择咖喱饭 是因为咖喱浓重的气味 可以掩盖磷的大蒜味 而且这种油腻的食物 会加剧血液对磷的吸收 好 以上我们讲了阿加沙小说里 常用的七种毒药 它们会对细胞 神经系统 心脏或消化道进行破坏 从而治人死地 不过 毒药有时候 也可以被当作解药使用 比如阿加沙在小说《怪物》里用过的毒扁痘碱 这种毒素会让人体产生缩同和心跳减慢的症状 但它也是治疗阿托品 沙林 士迪宁和马前中毒的解药 也能被用于治疗破伤风 又比如阿托品这个毒药 不仅是阳帝黄毒的解药 还是许多有毒的天然生物碱 和有机磷化物的解药 但在赫尔克里的《丰功伪记》里 它作为害人的毒药 让被害人的精神逐渐出现幻觉 得了严重的皮疹 并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 毒物学的创始人瑞士医学家帕拉切尔苏斯说过 毒性存在于所有事物中 一个东西是害人的毒药 还是救人的良药 有使用的场景与剂量决定 药性的复杂与人性类似 正如阿加沙克里斯蒂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所写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 但人性本身总有转机 好 阿加沙的毒药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出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 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